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吴才先生 然后虽然外边下着雨 但是上半年2017年全台最大的球鞋试剂还是要照常举行 没办法 天气雨虽然这么大 然后我等一下也要去看一下 然后临走之前让大家看一下我临走前要戴的这些东西 那首先呢就是帽子啊 因为下雨也就是我平时要戴 然后我会穿一件 这个叫什么 限量的防水的衣服 因为没下着雨 然后让大家看一下我会戴的 首先第一个是这样一个三脚架 它是一个比较便携的 可以伸长或者放短 然后这个主要是等一下加那个手机 就是如果我要直播的话 或者如果有需要拍镜像的东西 就会拿这个三脚架 第二个我要戴的是这个主力机了 这个就是拍画面像素会比较高一点 然后我有配一个15到10到18厘米的一个广角镜头 对一个相机 然后配相机呢是这样一个 这叫什么 Tripod 就是这样一个三脚架 就是方便我手持来的 它这样就会拍摄 我会比较方便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带一个话筒 话筒是收音用的 因为这个相机本身的收音功能会比较差 对所以我会有这样一个话筒 这基本上就是大部分大家看到的写旅日记 我用到的东西 然后呢 当然了出门在外一定要代购电池对不对 然后这里面有带电池和存储卡 有带了两节 对所以也是以防万一 然后等一下应该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有开直播嘛 所以等一下可能还会直播 直播的话你首先需要一个有话筒的耳机 对不对 然后呢就是手机直播 然后我除了直播之外 我一般都会带这么一个手机用的广角镜头 因为手机它的画面太窄了 你要把那个画面的范围扩大一点 所以我一般就用这样的镜头 然后镜头夹在这里 OK 就可以给大家直播 大家就可以看到更多的画面了 所以这是一个 然后呢今天下雨 所以我的小神器就终于派上用场了 就是我的GoPro OK 大家有没有一集看到我说GoPro自动 停止录像 它就会停止 这是一个声控的 就是五代的一个最新的GoPro 然后重点是它是防水的 然后它的画面也可以拍1080p的 所以这个将会是等一下最重要的工具 我觉得今天应该主要是用它了 然后它的收音功能也有所改进比上一代 因为它有多了三个收音孔 然后这个脚架 不是叫什么 这个自拍杆 是我之前用 这边你看到 是一个我碎掉的自拍杆 就是之前手机的自拍杆 因为它官方的自拍杆要2500块台币吧 很贵啊 然后这个自拍杆就是50块钱买来的 后来碎掉了 我就拿这个橡皮筋裹了几圈 然后把相机固定在这里 然后这样就可以走到哪里 拍照了 然后1080p 然后也防水 所以就是一些主要的东西 当然了 很多人最关心的是我今天穿什么鞋 对不对 就是这双李宁音速3 这双鞋子 我还没有给大家拍实战评测 但是走路非常非常的舒服 它前掌的海边让你感觉 哎呀形容不来 反正你如果穿到你就会知道 然后颜色也还比较骚 对不对 穿这 你今天如果穿concord的 或者穿jordan的任何一代鞋 包括easyboost 绝对是撞鞋撞飞起去啊 在球鞋实际 然后我觉得这双鞋子好穿 然后也好像是我最防水的鞋子 因为大部分鞋子都是boost来的 来的啊 所以这是一个 当然了还要一个东西 就是在我身上现在别的这个小神器 就是这个话筒 对对对 因为如果距离比较远 或者现场有音乐的话 还是要这么一个收音的功能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我要必带的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带的东西 还蛮多的好 出一趟门 OK 那就是这样我们出发了 点击上楼 点击上楼 电梯人要歪了 点击上楼 点击上楼 好难找啊那个地方 我简直要回来 好难找啊那个地方 身为一个游客 我简直要疯了 感觉西门厅这边 因为是商圈嘛 所以就 感觉店铺特别多 然后我不是经常来这里 所以 感觉转的有一点晕圈啊 然后又下着雨 有一种凄凉的感觉 对对对 但是已经归 叫什么 归心似箭 已经是箭不如飞了 已经是在找呢 但是西门商圈蛮繁华的 我只能说 我再找找看好了 我现在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 大概这个比较大的建筑 叫什么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就在我身后 那你可以顺着这个联合医院 一直往前走 往那边走 对 大概走200米 你就会看到一个西门电影公园 也就是 那一堵墙 就是涂鸦墙 然后后面 走到那边之后 你就会听到音乐 然后你就可以找到那个球鞋市集了 天气不太好今天 不过他那边有大帐篷 所以就 还好没有关系 就可能找的话 要稍微费一点时间 砍出钱 这边有什么好多 还好 再多点 2 2 2 3 4 1 5 5 5 6 5 6 5 都是這樣 看你最盼看 剛剛中間那一邊 但都還在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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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